她凭甄嬛怨走红,与男友情段,当场捉尖,清纯小花惊人气高。 她1988年出生于天津,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 2010年,凭借古装悬疑动作剧女神补而步入演绎之路。 2012年,因出演古装轻功剧《甄嬛传》开始展露头角,随后凭借古装武侠剧《天涯名掠刀》入为第三届乐视影视盛典电视剧最佳新演讲。 2013年,因出演武侠剧《天龙八部》被观众熟知。 2014年,主演年代传奇剧《刀客家族的女人》及古装武侠剧《神雕侠侣》。 2015年,出演古装公平传奇剧《大汉情缘之云》中歌。她就是毛小彤。 毛小彤身穿一款淡青色礼裙,很能彰显出她的气质,看起来仙气十足,还很甜美可人。 毛小彤凭借《甄嬛传》中英贵人采平一脚走红,虽然不像其他同剧演员火,但是清纯甜美的形象深入人心。 毛小彤身穿一款淡雅长裙,很气质时尚的穿搭,看起来很有气场,一款精致的短发凸显五官的美。 毛小彤与陈祥最近爆出两人两年情段,曾经恩爱甜蜜的小情侣却分手了,让人唏嘘。 毛小彤身穿一款白色连衣裙,尽显甜美气息,同时还很能呈现出她苗条的好身材,脚踩一双金色高跟鞋,为整体造型加分。 毛小彤与陈祥的分手原因,网爆是因陈祥出轨孙骁骁闺蜜,还被毛小彤捉尖在床,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。 毛小彤身穿一款淡黄色上衣,很文美气质,搭配一款黑色皮短裙,个性又时尚,一双大长腿喜经十足。 毛小彤长相清纯甜美,演技也很好,最近热播的每位奇缘,让她收获了高人气,期待她继续带来好的作品。 毛小彤 毛小彤